曹操退无可退 袁绍梁草告急 双方不约而同聚集起挥下任何可召集的力量 于关渡前摆开阵势决一死战 杀 孟德 你要决战 那我便成全你 传我将力 仅曹操者升三起 赏万斤 主攻可让乌环骑兵攻曹军侧移 而后绕后两面夹击 大事可定 是也 曹军阵中不够五千起而已 我新收乌环之军可有整整两万起 万起冲锋的场面令天地也为之变色 处于阵中的国家自然早已发现袁绍的意义 传令其军出击告诉曹淳将军特意不可失手 传令曹昂陈道领三千弩手去支援曹淳 遵命 传令前军变阵以肩追阵冲击袁绍绍中军 遵命 五千对两万军师可给我出了个难题啊 主军且让那些蛮子看看我军之威 主公 敌军越来越多了 那是自然 中康可是怕的 你看看来越打越来劲了呢 我才不怕 我只是担心主公安危 有你们俩在我身旁 我有何惧 风啸雨传达军令 全军随我冲击袁绍中军 曹梦德麾下之军当真勇猛 他们距离中军不远了 无妨 此战我等必胜 必胜 没想到凭着谨慎的士元 如今也会说如此明确之言 主公看着便是 无论曹军如何勇猛 依旧改变不了败王的命运 好 不过曹军已经突破防线了 士元可有妙计 主公啊 你就别瞒着了 再瞒在下便先回襄阳避难了 好 你个士元 传令大吉士出战 大吉士 一支元绍亲近整个河北之力 打造而出的精锐之军 军中每一个人都是精挑细选的大力士 覆盖全身的重甲 让他们成了一个个坚不可摧的移动堡垒 这 这是什么怪物 根本 根本破不开盔甲的防护 弓箭手何在 放剑 随着密集的剑雨落下 曹军所期待的场面并未出现 这剑雨在厚重的盔甲面前 显得如此软弱无力 大吉士双手握着武器 一步又一步地朝曹军而去 他们要做 只是走到敌军面前 举起手中大力重重劈下 仅此而已 怎么可能 就差一点就差一点 变革袭入元绍中军 一定还有办法 一定还有办法 高剑如同笑话 弩剑意识不能破开分毫 对 能有此等防护的重甲 一定异常沉重 那么他们的移动速度必然不快 传令全军兵分两路 从两侧绕开那些士族 兵分两路了 国家果然名不虚传啊 这么快就发现弱点了 不过 可惜 我的大吉士可足有五千哦 这五千大吉士 投入可不少吧 那是自然 曹梦德有虎豹旗与线阵营 我原本出 自是有大吉士 这五千人 各个都有博长的实力 配上重甲 此军无可匹敌也 大吉士一出 曹梦德必定败美 传令第二梯对大吉士初期 竟然 竟然还有 我不会输的 我绝对不会输的 对吧 制裁 妙才呆拼命了 是啊 这天下只有梦德才能行立 也唯有梦德才有这个资格 梦德上了 我们可不能落后啊 自恋 那是自然 这回要是死了 该是能录的草氏祠堂了吧 唉 我擅长的是防守啊 上了 正好 我擅长进攻 诸位 是男儿 是不是男儿 你说了算 这家伙 上来 处于潰败边缘的曹军 见主将无意胆怯 低迷的士气顿时暴战 随着主将冲向了大吉士 他们知道 冲过去必死 但他们依然向死亡 发动最后的冲锋 曹军有物 万劫天下 如死汉不畏死之君 曹梦德 你当真是劲疲 主公绝不能让曹军 突破大吉士防线 嗯 团令 中军出动 一鼓作气 击败曹操 关度之战的时间 应该是在一年后才会发生 但现在却提前发生了 而且这一战 袁绍占了大吉韵 这意味着孟德会败 而且是必败 司徒 曹公这一战 极有可能会败 孔明也看出来了 亮虽无法看到天道命运 但司徒一路即行 脸上也不时露出焦急之色 便可推断出一二 而且南方寻心暗淡 北方却是星光璀璨 结合亮所观天下 故而才确定曹公难以取胜 不愧是孔明 这一战 关乎到未来天下走势 若是胜了 天下直居三五年便可平定 若失败了 是啊 击败袁绍 取了北方之地 天下间还有谁会是曹公之敌 可惜天意如此 天意嘛 孔明 你先去休息吧 再有半天 我们就能到关度了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出狗 贼老天 你的眼睛既然瞎了 那我便帮你开开眼 孔 孔明 先生 先生在干什么 亮就知道司徒会这么做 故而急忙去找你一同劝阻 没想到司徒形势竟如此决绝果断 这雷光四起 内力必然凶险异常 云这就去救先生 且慢 已经来不及了 这是天道反噬 哪怕子龙女武艺盖世 硬闯进去也凶多吉少 那我等只能等着 只能等 司徒为了尽快结束乱世 以一己之力改变天道 但这个代价不是常人能承受的 代价难道 先生适宜 寿命 至少二十年寿命 或许更多 为了天下苍生 司徒已是清尽所有了 天下苍生 先生 云定会为你扫清障碍 袁绍便是第一个